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美食精挑节目。 感恩节即将来临,除了传统的火鸡和蔓越煤酱,为什么不尝试一些创意满满的新颖食谱呢? 从Yotem Atalan High的烤火鸡到Hattie McKinnon的绿豆砂锅,每道菜都能让你的感恩节大餐焕然一新。 如果你正在服用Azem Peak等药物,别担心,我们也有专家为你准备了在享用美食时的食用建议,帮助你在节日期间保持健康与美味的平衡。 而且,别忘了来自厨师Durian的完美烟熏火鸡食谱,它将成为你餐桌上的明星。 所以,无论你是传统主义者,还是追求创新的美食家,这个感恩节都能给你带来惊喜。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感恩节,这个充满温馨和感恩的节日,尽管在英伦三岛上显得不如黑色星期五那般热闹,但它在美国却是无数家庭一年一度的盛事。 无论是在波士顿还是旧金山,家人朋友总会聚集在一起,共享美食,分享生活的点滴与感激。 在这一天,火鸡通常是餐桌上的主角,但为什么不让我们的感恩节菜单更具创意? 对于那些渴望尝试新事物的人们来说,Yotem Atlanhai的烤火鸡,配安桥辣椒肉汁是一道不能错过的佳肴。 它不仅在视觉上引人注目,而且在味觉上给人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 而Hattie McKinnon的绿豆沙锅则通过加入芝麻酱,让传统菜肴焕发新生,让人们对经典的概念产生新的认识。 至于我个人钟爱的甜书板,上面洒满了黑糖和坚果的脆皮,甜美的口感和脆脆的质地让人一世成主顾。 如果你对传统的火鸡和蔓越莓酱感到厌倦,Yotem Atlanhai的巴贝里和飞达奶酪填充鸡腿是个不错的选择,充满中东风味的组合让人耳目一新。 Nigel Slater的土豆、雪鱼和隔离汤是另一种令人舒适的选择,温暖的汤底搭配辛辣的辣根酱,在寒冷的日子里为人们带来无比的温暖。 感恩节的甜点同样不能被忽视。 Heather Blake的坚果派结合了吉尼斯啤酒的风味,是传统派的绝佳替代品。 Kate Young的草原小镇、南瓜派则更是经典中的经典,简单却不失美味。 无论你选择哪一种,重要的是这些美食背后所带来的快乐和分享。 然而,不仅是感恩节的餐桌,需要创意。 如果你正因为服用Ozenpeak或其他GLP一类药物,而担心无法享用美餐,医生们有一些贴心的建议,来帮助你在食欲减退的情况下仍能享受美食。 佛罗里达州的神经科医生布雷特·奥斯本博士就说过,这些药物会显著减少食欲,因此选择营养密集的小分量食物尤为重要。 例如,选择瘦肉蛋白质和非淀粉类蔬菜来满足营养需求,同时限制高脂肪和高糖分的食物。 在用餐时,布里塔·瑞尔森医生建议确保控制分量,选择可替代的健康版本食物,如烤蔬菜,而不是奶油浓汤,或不加肉汁的火鸡胸肉。 此外,保持水分的摄入同样重要,以防止脱水加重副作用。 最重要的是,倾听身体的信号,不要为了迎合别人的期望而勉强自己。 而对于那些愿意在烹饪中挑战自我的家庭主厨们,著名厨师乔治·杜兰的完美烟熏火鸡食谱将会是你的不二选择。 烟熏火鸡的制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 首先,你需要一只整火鸡,洗净后用橄榄油或黄油涂抹,以便调料更好的附着。 调料的选择也很重要,由太盐、黑胡椒、烟熏红椒粉、大蒜粉、洋葱粉的混合, 能够给予火鸡丰富的层次感。 然后将火鸡放入预热到225至250华氏度的烟熏机中, 每小时用苹果酒或高汤涂抹以保持其湿润, 让它在烟雾中慢慢吸收香气和味道。 在这一过程中,选用的木屑决定了火鸡最终的风味, 苹果木带来甜美,而胡桃木则增加了浓郁的烟熏味。 在烟熏过程中保持耐心,等待火鸡在胸部达到165华氏度, 大腿达到175华氏度时,就可以将其从烟熏机中取出, 稍作休息后切片。 想象一下,当这只金黄酥脆的烟熏火鸡出现在餐桌上, 朋友和家人们脸上露出惊叹的表情, 那就是对你努力的最好回报。 在这个感恩节,无论是尝试新饮食谱, 还是在药物的帮助下调整饮食方式, 或者努力制作一只完美的烟熏火鸡, 最终的目标都是与爱的人分享美食与欢乐。 重要的是,无论选择何种方式庆祝, 只要你心中满怀感激, 与家人朋友团聚在一起, 共享生活的美好, 那便是最值得感恩的事情。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感恩节是一个源自北美的传统节日, 主要在美国和加拿大庆祝, 旨在表达对收获季节的感恩。 尽管两国的庆祝日期和习俗略有不同, 其核心理念相似, 都是为了感谢丰收和生命中的恩惠。 美国的感恩节定于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 最初起源于17世纪出新英格兰的清教徒。 在1620年, 清教徒乘坐5月花号抵达美洲, 在当时的普利茅斯殖民地金马萨诸塞州定居。 由于缺乏食物和恶劣的天气条件, 许多清教徒在第一个冬天过世。 1621年, 他们在当地美洲原住民瓦姆帕诺亚格部落的帮助下, 学会种植玉米和捕获野生动物, 从而度过了艰难的冬天。 为了感谢丰收和原住民的援助, 他们与瓦姆帕诺亚格人共同举办了一次庆典, 这次庆典被视为第一个感恩节。 加拿大的感恩节则在每年10月的第二个星期一, 传统上是为了感谢丰收和上帝的庇佑。 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578年, 由探险家马丁、弗洛比舍、 Martin-Frobisher在纽芬兰举行的感恩仪式, 以庆祝航行的安全归来。 加拿大的感恩节逐渐演变为 庆祝秋季收获的节日并于1879年成为官方假日。 感恩节的庆祝活动常常包括家庭聚会和丰盛的晚餐, 传统食物如烤火鸡、土豆泥、肉汁、玉米、南瓜派和蔓越莓酱, 是节日期间的标志性菜肴。 家庭成员通常会围坐在一起, 分享他们在过去一年中感激的事情。 节日还伴随着其他活动, 如游行、橄榄球比赛和慈善活动。 在美国,感恩节也是标志着圣诞季节的开始。 次日的黑色星期五被视为圣诞购物季的开端, 大多数商店会提供大幅折扣, 吸引大量消费者前往购物。 在加拿大,感恩节虽然没有像美国那样盛大的购物活动, 但同样充满了家庭团聚的温馨气氛。 近年来,感恩节的庆祝方式不断演变, 随着多元文化的影响, 许多人开始融入其他文化的传统和食品。 然而,感恩节的核心精神始终未变, 它提醒人们真实家庭、友谊和每年获得的恩惠。 尽管感恩节的商业化趋势日益明显, 但其本质仍然是一种感谢和团结的情感表达。 感恩节在文化、社会和经济方面都有重要意义。 它不仅是一个家庭团聚的机会, 也是经济活动的催化剂。 在美国感恩节假期期间, 成千上万的人们会通过各种交通工具返回家乡与亲友团聚, 这使得这段时间成为一年中交通最繁忙的时期之一。 总体而言,感恩节不仅是对过去一年收获的感激, 也是为未来的希望和祝福祈祷的时刻。 它作为一种文化传统,跨越了世代界限, 尽管形式和内容可能因地而异, 但其庆祝和感恩的核心理念依然保持不变。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感恩节不仅是享受传统美食的时刻, 也是探索创新食谱的好机会。 超越火鸡,尝试新的食谱能为节日增添更多乐趣和惊喜。 想象一下, Yotem Outland High的烤火鸡配安乔辣椒肉汁, 或是加入芝麻酱的绿豆砂锅, 它们不仅让味蕾兴奋, 还能让你在厨艺上有所突破。 这样的改变让感恩节不再只是千篇一律的火鸡大餐, 而是一次创意与美味的盛宴。 楚天书,你难道不知道感恩节的传统, 对许多人来说是多么重要吗? 火鸡,漫月煤匠和经典的南瓜派是《节日的灵魂》。 就像莎士比亚的戏剧, 它们经过时间的考验,成为不变的经典。 过于追求创新, 可能会让一些保守的家庭成员感到失望, 好比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加入说唱。 这不是对传统的冒犯吗? 当然,传统有其魅力,但创新并不意味着抛弃传统, 而是对传统的丰富与扩展。 就像在音乐中加入新的元素,带来新的体验, 传统菜肴也能通过新的食材和烹饪方式焕发新生。 再者,感恩节的核心是团聚和感恩,而不是被传统束缚。 尝试一种新的食谱,也是对生活的一种感恩和庆祝。 哦,楚天书,生活中有些不变的东西是值得坚持的, 就像莫伯桑的短篇小说一样, 概括而精炼的传统菜肴能带来最纯粹的幸福感。 感恩节那天,你不觉得捧着热腾腾的传统南瓜派菜 最能让人感到家的温暖吗? 过于追求创新,反而可能让节日变得复杂和琐碎, 失去了那种朴素,但让人感到充实的快乐。 传统的确有它的温暖, 但更新后的菜肴也能给人带来意外的惊喜, 就像一部经典电影的重制版本,有时能超越原作。 就像科技的发展,让我们能够享受更好的生活质量, 创新的菜肴也能让感恩节餐桌更加丰富多彩。 重要的是,和爱的人一起分享新鲜的美味, 这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然而,正如一部小说的精髓, 不在于其华丽的辞早,而在于简洁的故事本身。 感恩节的传统菜肴就像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 它们的味道唤起了无数温馨回忆。 创新固然有趣, 但感恩节的意义在于传承和共鸣, 而不是追求时髦。 简简单单,足以。 我是评委和李,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因为它鼓励我们在熟悉的节日中加入新的元素, 让餐桌多了惊喜与乐趣。 楚天书提到的Youtan Matlandi的创意菜肴, 无疑是让人垂涎的选择。 它指出,这样的创新能够让家庭聚餐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这不仅是对饮食的挑战, 也是对生活态度的展现, 勇于尝试与突破。 然而,谢琪琪的反驳同样有其力量。 她坚持认为传统的感恩节菜肴 承载了无数家庭的回忆与情感。 这些菜肴的存在就像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样,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谢琪琪的话语中流露出了对传统的真实, 以及对于过度追求创新带来的可能失落的担忧。 她用简单而直白的例子强调了情感的珍贵。 这让我们反思是否在追求新鲜感的同时, 忘记了那些承载着我们共同记忆的味道。 两位辩论者的观点都富有道理。 楚天书的创新观念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活力, 而谢琪琪的传统观点则让我们重新认识到情感的深厚。 在感恩节这样一个以家庭为核心的节日中, 或许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 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尝试一些新颖的元素。 真正的幸福或许就在于, 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创新的, 最重要的是与家人朋友一同分享那份美好与感恩。 总结而言, 这场辩论不仅是对感恩节饮食的探讨, 也引发了对于传统与创新, 情感与享受的深思。 希望未来的感恩节, 我们能够在传承中创新, 在创新中真实传承, 让这个节日更具意义。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感恩节是一个让所有人都可以尽情享受美食的节日, 而对于厨师们来说, 这是一个展示创意的绝佳机会。 文章里提到的几位厨师就用他们的创意食谱, 将传统感恩节菜肴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 Yotem Otelanghai的烤火鸡配安桥辣椒肉汁, 让传统的火鸡更加诱人, 颜色和香味全部达到巅峰。 而Hattie McKinnon的绿豆砂锅则用芝麻酱 为传统菜肴注入了独特的风味。 更别提各种创新甜点, 如Hather Blake的坚果派和Kate Young的南瓜派, 都是绝对不能错过的节日美味。 总之,无论是经典还是创新, 这些食谱都能为你的感恩节餐桌增光天采。 对于那些服用Awesome Peek等JLP, 以药物的人来说, 感恩节的美食诱惑可能会带来一些挑战。 由于这些药物有效降低食欲, 并可能导致一些胃肠道的不适, 感恩节的餐桌可能需要一些策略调整。 医生们建议选择营养密度高的小份食物, 以瘦肉蛋白、非淀粉类蔬菜和富含纤维的配菜为主, 避免高脂肪和高糖食物。 通过控制小份量和选择健康的传统食物版本, 大家仍然可以享受美味, 而不必担心胃部不适。 最重要的是, 聆听身体的信号, 不必强迫自己进食, 可以选择小口慢嚼, 感受食物的味道。 在感恩节的餐桌上, 烟熏火鸡无疑是一道经典美食, 而厨师乔治、杜兰的完美烟熏火鸡食谱, 则是让你在家轻松制作出美味火鸡的绝佳指南。 从清洗火鸡到腌制和烟熏, 每一步都给出了详细的说明。 杜兰建议, 选择新鲜火鸡, 并提前一天腌制, 这样可以让调料更深入肉质。 选择合适的木屑, 如苹果或胡桃木增加风味, 最后在适当的温度下, 烟熏至火鸡熟透, 这样你就能收获一只金黄酥脆, 香气四溢的火鸡。 让你的家人和朋友们, 在感恩节餐桌上大饱口福。 总结来说, 感恩节不仅仅是一次美食的盛宴, 也是一个与家人朋友团聚, 分享感激之情的重要时刻。 无论是通过创新的食谱, 还是通过健康的饮食选择, 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节日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关键在于用心准备和享受每一口食物, 同时也要注意身体的舒适和健康。 希望大家都能度过一个充满美味和欢乐的感恩节。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 语言和媒体专家和做开发的创新技术, 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6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6度WorldP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